近日,一则关于林静恩的不寻常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 据悉,一名在台中某酒店工作的网友 在2023年12月31日发文称 林静恩因为以系列失控行为而让酒店陷入困境 干面网友提到,林静恩曾从隔壁酒店走过来 在他们的酒店休息了三个小时 期间,林静恩的言行诡异与无伦次精神恍惚 引起了酒店主管的警觉进行退款 并要求林静恩离开 但林静恩一直在酒店打听徘徊 声称酒店的书等板设都是他的 并拔掉大厅的温度计 他不搭进程车也拒绝帮忙叫车 最后更是报警威胁酒店 酒店员工报警后,林静恩被警察带离 但不久后又回到酒店 进行了一系列失控行为 并发出诡异笑声等 据悉,此前林静恩在台中的一家酒店 入住期间砸坏了房内电视 被要求赔偿2万元后大方地刷卡离去 接着他来到隔壁酒店寻求休息 遭到拒绝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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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